那麼整起泰魯閣出軌的事故引發全國的關注 不論是死傷的人數還是救災的進度 都是大家關心的重點 然而很多人可以感同身受的莫過於在第一線 參與救災的這些救難人員 救難人員往往面對的是一般民眾未曾見過 最真實 然而也是最殘酷的第一手的情況畫面 往往在心理上 雖然他們已經有非常強的內心的心理建設 但是在這一次的災難情況如此非凡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認為說大家只關心救災的進度 更要關心這些救災的救難弟兄 如果您是他的親友或是他的家人的話 這個時候要更加的關照這一群救難英雄 他們的情緒反應 身心的負荷是不是有負面情緒出現 甚至不高興的情況的時間會拉長 那麼在這段時間建議是要減少對他的情緒刺激之外 還有幾個方法 我們接下來也訪問到了專業的精神科醫師 對於所謂在創傷之後的面對心態上的改變 建議大家可以試試看 幫助這些救難英雄調適他們的心情 來自全台各地的特殊精英分散在各節車廂 拼命和死神拔河 分秒必爭的是一條條寶貴的生命 救援過程艱困 內心更是煎熬 生力其境 親眼所見 親手所救 在第一線的搜救和醫護人員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高危險群 六年前參與八仙承暴救援當時就有警消出現過類似的症狀 整整花了三個月才逐漸好轉 你在做夢的時候會同樣的事情一直在重新的在你的夢境中重新出現 然後你會突然間驚醒 然後驚醒之後你就很難再入睡 不管是幸存者救災人員甚至是一般的民眾 回到日常生活卻還是出現悲傷低落氣憤或是恐慌的情緒 時間一拉長就是警訊 在事件發生之後的一個月內呢 是很有可能產生急性壓力障礙 那如果一個月之後這種急性障礙還沒有解除 那就會產生所謂的瘡傷後壓力障礙的現象 超出身心負荷可以試著減少刺激 可以允許自己和別人表達情緒 再放慢回應不用急著給建議 重點是用行動陪伴把注意力從事件當中轉移出去 到戶外活動透透氣擁抱更能有同在感 也可以試著撥打免付費電話 尋求情緒支持一起度過這次的難關 華視新聞 黃沛華 彭冠玲 新美食報導